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人类社会中总是藏着许多披着人皮的恶魔 这些人有着良好的教育,优雅的谈吐,和善的面庞 他们在日常的交往中不会露出什么破绽 有的人甚至终其一生都不会暴露自己邪恶的一面 然而,对于婚恋来说 遇人不输带来的恶果要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在2009年的美国,同样发生了一起夫妻之间的犯罪 然而在认真负责的警察,公平公正的司法体系制度 和狡猾残暴的遗兄共同努力下 受害人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而遗兄在案件发生数年后的种种举动 更是让这出惊天凶案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死局 苏珊考克斯 出生于1981年10月16日 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哥多市 小时候曾居住在阿拉斯加州 后随父母搬到了华盛顿州 他是一个虔诚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信徒 心地善良,乐于助人 2000年11月 19岁的苏珊在华盛顿塔科马的一次摩门教会的晚宴上 邂逅了24岁的约书亚,宝维尔 青春美貌的姑娘与英俊潇洒的青年一见钟情 很快就坠入了爱河不能自拔 短短六个月后 两个人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神庙里 缔结终身 苏珊是一个能干的姑娘 她很早就取得了职业美容师的资质 但为了丈夫的求职 她辞去了工作 两人一块移居到了犹他州西瓦利市 在那里 苏珊很快又在富国银行 找到了一个银行经纪人的职位 但约书亚的职业生涯 却始终颠沛流离 她一心想成为一个房地产销售 但始终未能如愿 只能依靠着苏珊的微薄收入度日 两人的孩子查尔斯 出生于2005年 布拉登出生于2007年 然而夫妻关系 非但没有随着孩子的出生而好转 反而愈发恶化了起来 2008年 负债累累的约书亚 宣布个人信用破产 她的负债金额高达20万美元 失望的苏珊与丈夫经常争吵 但很快她就意识到 这种看似平常的家庭纠纷 已经开始朝着难以想象的深渊滑坡 2008年6月 苏珊写下了一封 给家人和朋友的信件 我想对我的家人和朋友说点什么 除了乔什鲍威尔 我不相信他 我已经承受了3到4年的极端婚姻压力 为了我和孩子们的安全 我觉得有必要提供文件记录 她扬言要逃离这个国家 并告诉我她会聘请律师 来阻止我可能的离婚念头 如果我不幸发生了什么意外 那很可能并不是偶然事件 她把信件偷偷藏在了自己的保险箱里 短短一个月后 她又偷偷用VCR录制了一段录像 镜头记录下了家中的所有财务和家产 我想录制这段视频 确保如果我 我的家人 或其他人发生了什么事 这笔资产都能被记录下来 我希望未来一切顺利 尽可能地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录制这段VCR的日子 距离苏珊从这个世界上彻底人间蒸发 还剩下不到500天 2009年12月6日礼拜日 这是决定苏珊命运的一个日子 中午12点 她带着两个儿子 一块去参加了附近教堂的礼拜 然后在病房里 做了两个小时的义工 下午14点29分 苏珊用自己的手机给朋友打了个电话 这是她在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条通话记录 下午15点 苏珊的邻居 乔瓦娜奥因斯来她家串门 两个人围绕着编织地毯的话题 聊了大约两个小时 当天晚上 约书亚负责下厨 她做了煎饼和鸡蛋 并邀请奥因斯留下来一块吃饭 苏珊躺在客厅的沙发 和奥因斯聊天 约书亚走进来给她盖上了毯子 并将晚餐放在她的身旁 她表现得非常温柔 奥因斯后来回忆到 她是最后一个目击到 活着的苏珊的证人 17点30 奥因斯离开了苏珊家 约书亚则提出 要带着两个孩子 查理和布兰登出去划雪窍 直到晚上20点30分 有邻居看到约书亚 开着车回到家 深夜11点45分 邻居马可 巴斯迪达斯听到苏珊家的车库里 发出了尖锐的警报声 然而他们家中看起来黑灯瞎火 非常突兀 马可的姐姐建议她报警 但她觉得未免小题大做了些 就没有多管闲事 次日上午9点 两个孩子的日间托儿所负责人 电话联系了约书亚的母亲 特里卡和姐姐珍妮福 格雷福斯 告知他们两个孩子 既没有来托儿所 也没有请假 特里卡担心孙儿的安危 立即联系了警察 警方赶到苏珊家中 敲门没有得到回应 只能直接破门而入 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奇怪的气味 并且空无一人 两台风扇 直对着空无一人的客厅吹着风 地毯上残留着一些水渍 值得注意的是 苏珊的钱包 身份证 以及各类卡片和证件 都放在家中 但她的手机却不见了踪迹 警方在约书亚中的车库里 找到了一个工具包 里面装着一块烧绒的板盐 一些融化的金属块 三根短铜线 一些螺丝钉 以及一个破损的钻头 但约书亚拒绝回答 这些东西的来源和用途 警方立即开始寻找苏珊一家人 他们发现约书亚的电话 无人接听 他同样 也既没有上班 也没有请假 一家人像是凭空蒸发了 一样消失了 正当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 下午17点 约书亚带着两个孩子 开着他们家 唯一一辆小型货车 回到了家中 当他看到一群警察 在等待的时候 约书亚并没有紧张或者惊慌 而是冷静地告诉警方 自己今天带着两个孩子 一块去犹他州 西部沙漠偏远地区的 新浦森温泉露营地露营 而妻子此时 应当留在家中睡觉 当警方告诉他 苏珊并不在家的时候 约书亚只是着急地 试图撇清自己的关系 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妻子究竟去了哪里 警方立即将约书亚 带回了西谷市警察局 进行询问 当警察质疑他 为什么不接电话时 约书亚表示手机快没电了 为了省电 所以没有接听 但后来他们发现 车上装着车载充电器 至于他为什么没有请假 大半夜突然跑去露营 约书亚只是拍了拍脑袋 表示自己把日期记错了 以为今天还是礼拜日 所以带着孩子出去散散心 警察搜索了货车 在车上发现了苏珊的手机 但是SIM卡被取了出来 警察还发现了发电机 毛毯 燃气罐 防水布 和一把铁丘 对于苏珊消失前去了哪里 约书亚表示 他昨晚不小心弄脏了地毯 就一个人清理到了深夜 当他们去露营的时候 苏珊已经睡下了 没想到一回到家 就找不着人了 至于苏珊的手机 为什么出现在车上 还没有SIM卡 约书亚表示说 自己也不清楚 相信再愚钝的人 也能看出约书亚的满嘴谎话 是多么的可疑 12月8日中午 12点44 约书亚受到了西谷市警探 爱丽丝迈克斯韦的 全程录像询问调查 谈话过程中 约书亚虽然一直试图 让自己看起来很悲伤 但关于妻子的行踪 她丝毫没有流露出 半点关切 或者担心的情绪 只是一个劲地表示不知情 其中一个细节是 问话过程中 约书亚不断下意识地 观察着自己双手上的伤口 当迈克斯韦提出 要不要帮她治疗的时候 她立即惊恐地摇起了头 迈克斯韦还问道 你为什么想要聘请一位律师 难道说 你并不想来到警察局 协助我们 告诉我们事发当天的细节 帮助你找回妻子吗 约书亚回答 因为他们告诉我 应当请一个律师 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现在头脑一片混乱 迈克斯韦追问 因为你妻子失踪了 所以你头脑一片混乱 约书亚回答 不是 是因为你们因为一些 不值一提的小事 比如我手受了伤 开始怀疑我 我才这样 此时美国的司法体制 开始发挥出她的作用 虽然迈克斯韦表示 约书亚的口述 表明她有着很大的犯罪嫌疑 但她依然在当天晚些时候 被释放 约书亚的乡行货车 被散口载警局 于是她跑到了 延湖城国际机场 租了一辆车 狂开了1300公里 两天后才回来 旅途过程中 她还购置了一部新的手机 拨打了数个电话 没有人知道 她此行的目的地在哪 联系了什么人 因为警方压根没有派人 跟踪她 或者监视她 12月9日 警方拿到了搜查令 他们开始仔细检查 苏珊的房子 地板上残留着苏珊的血迹 但是已经被清洗过 家里还放着一份 苏珊的150万美元份额 的人寿保险单 和那封被放在 她保险箱中的绝笔信 除了苏珊的血 警察还发现了 一个陌生男子的血液反应 但他们没有找到属于谁 12月10日 警方来到约书亚 声称露营的地点 开始调查 在当地没有发现任何 她和孩子 曾在此处露营过的 证据或痕迹 约书亚的回答简单明了 她只是带着孩子们 去转了转 过了个夜 没有留下痕迹也很正常 当天晚上 约书亚带着孩子 参加了邻居们 共同举行的烛光守夜 祈祷苏珊能够平安归来 面对记者的镜头 约书亚面色沉痛 并流了不少眼泪 12月11日 一场大雪 突如其来地打断了警察 在营地的搜索进程 三日后 约书亚聘请了 辩护律师 斯克特·威廉姆斯 之后她就开始 无视警察的传唤 拒绝再协助警察 寻找妻子 但她仍愿意 接受媒体的采访 并表示自己 与妻子的失踪 毫无关联 然而 她的两个孩子 做出了完全相反的正言 四岁的小查理 面对警方关于 妈妈去哪了的提问时 她很肯定地回答道 妈妈和爸爸 我 弟弟 一起去了国家恐龙公园 露营了 我们带上了鲜花和水晶 那为什么妈妈没有回来 因为妈妈喜欢那里的水晶 水晶很美 水晶在成长 所以她留在了那里 对于儿子的证词 约书亚的回应时 小孩子不懂事 在胡说八道 苏珊留在了家里 没和我们一块去露营 警察虽然有所怀疑 但也不知道 查理说的水晶是什么意思 加上她年纪太小 证词不会被采纳 也就不了了之了 值得一提的是 一年后 两个孩子被判给 苏珊的父母照顾 他们慢慢卸下了 心房和戒备 愿意说出更多 事发当天的细节 查理更是说了一句 令人毛骨悚然的话 我们全家一块去露营 爸爸在开车 妈妈在后备箱 他还做了一幅话 很明确地指出 自己的母亲 当时被关在后备箱里 当他们到达某个地方时 约书亚和苏珊一块下了车 没过多久 约书亚一个人返回了汽车 并告诉两个孩子 不要和别人说这些事 过了一段时间 查理又告诉外祖父一件事 妈妈其实是被关在了矿井里 如果一起去矿井 是可以找到妈妈的 然而这些证词都没有任何法律效应 西谷市警方也没有围绕这些证词 展开进一步的搜索或者调查 12月16日 在苏珊生死未捕的情况下 约书亚直接提取了 苏珊退休账户里的所有钱 两日后 她带着俩孩子 前往位于华盛顿 匹阿拉普的老家 她的老父亲史蒂文鲍威尔 住在那里 与此同时 苏珊的父母查克考克斯和朱迪考克斯 仍在西谷市与媒体 警察 全力合作 希望能找回生死未捕的女儿 直到2010年1月6日 约书亚才和她的弟弟迈克尔 一块回到西谷市 但她的目的不是来寻妻 而是回来收拾房子 她向媒体表示 已经决心搬回老家 所以打算将房屋出租出去 一个月后的2月15日 苏珊的父母邀请媒体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告诉公众 女儿曾在日记中写明 将在今年4月6日的结婚纪念日 与约书亚离婚 因为她曾不止一次殴打 虐待妻子 还在精神上 试图控制和奴役她 此时舆论和媒体 已经将约书亚视为最大的义凶 就连约书亚老家的社区 都有人开始张贴苏珊的寻人启事 卷卦悼念她的断代 约书亚的父亲史蒂文 对此非常恼怒 认为这种行为是在挑衅她的儿子 此后 鲍威尔一家人 偷偷在网上弄了一个匿名网站 誉名苏珊鲍威尔奥格 并自称是关于苏珊鲍威尔的官方网站 然而 网站里的内容 基本上就是在一边抹黑苏珊 一边给约书亚洗涕 比如有文章称 苏珊长期患有精神疾病 自己离家出走了 或者是她和当地另外一个同期失踪的史蒂文科赫 一块私奔去了巴西 这些文章基本都出自于父子俩之手 他们还公然在媒体采访的时候 大放厥词 表示苏珊就是个抛夫弃子的当夫 然而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这些观点 俩家人的舆论战 一直持续到了2011年8月9日 直到当地法官宣布 禁止约书亚与考克斯一家接触 并起码保持150米以上的空间距离 然而期间对苏珊的搜索 依然一无所获 警方也没有对约书亚一家的涉案嫌疑 做进一步的调查 此时距离苏珊失踪已经将近两年了 2011年8月23日 苏珊最好的朋友 吉尔西 赫勒威尔和约书亚的妹妹 珍妮福 向媒体报出了一个惊天消息 就在苏珊和约书亚新婚燕尔之时 他们曾短期居住在约书亚的老家 在那里 公共史蒂文曾多则对苏珊进行性骚扰 两天后 警方突击搜查了史蒂文的家 在那里 警察发现了4500张关于苏珊的偷拍照 以及其他数千张其他少女的偷拍照片 史蒂文迅速被逮捕 罪名是藏匿儿童色情制品和偷窥 除了偷拍照片 警方还在史蒂文的柜子里 搜到了许多令人作呜的收藏品 比如苏珊换下的卫生巾 涂指甲用的棉球 剪下来的指甲和头发 通通被装在防水袋里 并贴上苏珊名字的标签 史蒂文多年的珍藏 其变态程度令人不寒而栗 根据约书亚妹妹詹尼弗的说法 史蒂文在家中 从不掩饰自己的性变态和饥渴 受宗教的影响 他认为这个世界上的女人 通通都只是男人的玩具 而不是人 在他眼里 青春美貌的儿媳 当然也是自己的所有物 在一篇日记里 他写道 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完全被欲望控制了 我从来没有像渴望得到苏珊那样 得到其他女人 我会经常观赏 关于她的视频片段 我有多么渴望她的相纯 此外 他还详细描述了自己 是怎么偷走苏珊的内衣 内裤 并用它们自卸 他会在苏珊去洗澡的时候 通过浴室门旁的一块镜子 进行偷窥 我无法控制自己 但史蒂文对此拒不承认 他认为苏珊同样深爱着自己 她的一切行为 都只是这段爱情的激情表现而已 她甚至对着ABC广播公司公然表示 她已经和苏珊尝试过 各种各样的姿势 并表示她非常享受 事实并非如此 面对公共无底线的骚扰 苏珊苦不堪言 她多次向丈夫抱怨 但约书亚总是让她忍让 直到有一次 史蒂文当着儿子的面 向儿媳表达爱意 她才带着妻子离开了 华盛顿州的老家 有着这样变态的父亲 约书亚的童年成长经历 可谓扭曲而曲折 史蒂文经常会带头 用言语侮辱自己的妻子 以至于约书亚对自己的母亲 同样蔑视 有一次母亲让她去洗个碗 她直接掏出一把残刀 扬言要捅死她 当母亲不堪忍受史蒂文 选择离婚之后 约书亚和她的兄弟 继续继承着父亲的变态行为 史蒂文会经常向年幼的儿子们 展现各种变态的色情图片 并问他们是否喜欢 相比时常性的口头侮辱 身体上的虐待 更加让约书亚无法忍受 但长大后的约书亚 对自己的父亲仍然充满了疑恋 毫无反抗或者仇恨 加利福尼亚精神病学家 大卫·赖斯 点评约书亚 这种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 会被父母在潜意识中植入恐惧 并将这种恐惧 变成类似于信仰 或者思维方式的东西 他们的人格会与加害者保持一致 并很可能在未来 会将这些恶行继续传递下去 好了 本期的内容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